好,我想說一下恩典推動是甚麼意思 恩典推動就是 神有很多恩典,很多禮物 當你看聖經的時候 你思想裡面的說話 它會有很多應許 神答應了一定會起你的 你知道你應許的先不先抓住神 當你知道神的愛 知道神的應許 你抓住 你的生命就提升了 這樣它激勵人去看聖經 祈禱也是的 不是說你要祈禱 而是說 神有很多禮物等著送給你的 神想打開天上的窗戶 慶福與我們神殿無處可用 當你親近祂祈禱 你相信祂的愛 祂就會一臉傾到來 這個是用恩典推動 如果律法推動怎樣 你要看聖 你不看聖怎樣成長 你不站聖怎樣成長 你這麼懶有甚麼用呢 這個律法推動 很不同的 你跟一個 譬如 子女也是 你不讀書 就是做黑衣 你做不到 甚麼都做不到 沒有人喜歡你的 這樣呢 這是 這個律法推動 恩典推動是怎樣的呢 就是 你心裡很無貴 神沒有體重你的 當你跟從神 走在神的路 神想會會提升你的生命 你的生命 是越來越被提升的 你是很寶貴的 你相不相信 你的生命很寶貴 這個是恩典推動 為甚麼 為甚麼我要在這裏講講 恩典推動和律法推動呢 因為 人的社會是習慣了用律法推動的 小時候都說 你不乖 我就不疼你 你不乖 我就不做甚麼 你乖 我就對你好 全部都是你要做 然後 就會有恩典 但是神是怎樣 神有恩典先 然後吸引我們改變 很多恩典很想給我們 神是先愛我們 這個很不同的 其實父母都是先愛我們 我們小時候都是先愛我們 但是因為父母都總是會 其實父母一點很大 不過父母總是 他們都受上一代影響 他們要乖 所以才有 所以當個勢力一大 就開始 你要乖 你要做甚麼 你一不乖的時候 就會比較 這就是律法 比較 他就會覺得很傷心 很失望 而我們怎樣 去脫離這些律法的思想呢 是需要很多清理的 為甚麼清理呢 因為很多人是怎樣 神的對我不好 我又不乖 我又不好 神你會喜歡我 這個是律法的 那怎樣去相信呢 我做得不好 神給我這個意念 因為很多人都沒有說 我做得不好 就不能煩得罪 神就給我一個意念 就說甚麼呢 你做得不好 有甚麼奇怪的 個個都做得不好 我都未見過一個做得好 個個都做得不好 個個都煩得罪 但當你悔悔 我就歡喜了 當你悔悔 你親人我 尊重我 我就歡喜了 總之你向著這個方向去 就算少少開始 你逐漸去親近我 去做我 叫你做的事 就算一杯糧水 我都會歡喜的 那時候 人們就覺得 哇 原來神夠歡喜我 他這個我悔悔 我做得不好 不要緊要的 我不用想的 當然我們要想的 就是我知聚 但就不用繼續 欸 糟了我壞了我壞了我壞了 就不是這樣想 而是說呢 我做得不好 我立即悔悔神的歡喜 天上都為我歡喜的 浪子的比喻 不只是給未信的教徒 未信的人 是給信耶穌和神不親近的 都是 浪子的比喻 神都是很傷心 但一回來很歡喜的 所以你就說 神很歡喜我回來的 我一悔悔神就歡喜的 因為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人就會 即是 正面 如果 負面 我們負面 就會傳遞負面 你不親近神 你不聽聖經 得不到祝福 那這個是 反而 其實信量不要說這些說話 盡量是說 神有很多陰免 你一親近他 他的陰免就流不流 就是這樣來的 這個就是正面的說話 就算我們引導人都是這樣 你不祈禱 你怎麽可以幫助 這個是什麽 這個是 律法 神很想幫你 很想醫你 很想提醒你 你一親近他 他就 他就一直提醒你 這個是因免 大家分不分到這個分別 分不分到因免和律法 總之律法就是 你沒有做 這就是律法 聖經有這說話 這個是警告 但神不是先用警告 神是先愛世人 先去改變 我剛才說這些說話 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大家 會看到這個恩典 他真是歡喜 真是 神這麼好 我就心裡會歡喜 OK 好 有沒有問題 關於這方面 我想問問大家 世人多不多在律法之中 有 有 我想問大家 世人多不多在律法之中 有 我想問大家 世人多不多在律法之中 神不要愛你 不要體重你 你一悔過 神就歡喜 你親近神 神就歡喜 神有很多恩典等著你 多不多人跟你這樣說話 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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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很多人 相信耶穌 他以為是會在恩典 其實他是怎樣 信耶穌那時候的恩典 然後開始律法 信耶穌那時候 那時候你要做 你不乖 神就不喜歡 這樣呢 就變成了一種很大的壓力 還有內疚感 覺得自己不配 覺得 沒有輕鬆 那時候呢 很難喜樂 為甚麼 你找什麼都不好了 即是 心理總憂不好 例如我自己找 我都可以找我不好 如果我這樣的時候 我便會不開心 但我會向前去 神又歡喜 那我會要努力向前去 那我有什麼不好 我便會努力去處理 我便會說 我又有個意念 有時因為人和神關係 去到越近有時有些小事都會影響 譬如說我又想了一些不好的意念 那一想又失去了 那一想又很慘 我們就說有個屬犯罪 我都是罪人 有時候謝免 謝免之後我向前來神就歡喜了 就是我們去到什麽層次都一樣 亦都這樣更加不喜歡罪 更加爭恨罪 更加處理罪 我處理罪的時候 是沒有一種附帶內疚感在裡面 我有會知道罪呢? 我有 但我知罪就是強烈射念 那我就不繼續內疚很久 因為神話 誰能定我們的罪 誰能控告神所挑選的 我又控告我沒有控告 所以我就不再去給這些影響 那我希望呢 大家聽完這些說話呢 就會將它應用 我想說 不容易應用 為什麽不容易應用呢? 因為我們習慣了在律法的思維 你發覺周圍的人說話都是 你又做沒有做什麽 你又沒有做什麽 你又做得不好 整天都會這樣做什麽 有時不出聲的話 心裡是想著 我做得罪人不好 或者那個人做得不好 或者這個思想是很常見的 那大家要知過 然後呢 相信神的愛 就開始將這種思維改變了 我看你也是想要看 你又做得不好 我看你 我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